两周前我离开人世 呃不 远离城市 专心当猎人 什么更新视频 重要吗 在炎火村 我可是村里唯一的希望 前几天我总算慢慢悠悠的 把怪物猎人崛起 达到了等着解禁 等着更新的程度 整个体验又快又简单 我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是第一个为Switch而生的怪物猎人 独盘 跑路 采集 速度巨快 而且难度相较系列前作大幅度降低 卡普空就是想靠友好的难度曲线 去吸引更多新玩家入坑怪猎 我很好奇 网上的大家都怎么看待它 搜了一下 呀 褒贬不一呀 身经百战的老猎人觉得 Rice的内容太少了 尤其是单机部分 村任务太简单 半天就通关 买了Switch第一次玩怪猎的新玩家觉得 字怎么这么多 说屁呢 跟尼泰教官混了半小时 我咋还是啥也不会 结果就是老猎人意犹未尽 新玩家也还是蒙蔽 那么怪物猎人崛起 最后到底取悦了谁 就是我呀 以及像我这样的老菜鸡 好对吧 老菜鸡这个群体 系列前作没少打 水平却比较一般 打不过还非要玩 一直以来我们都处于弱势 被人忽视 我们这个群体 需要被关注 点赞 和收藏 好对吧 龙太凶 无法近身怎么办 让翔虫带你飞 翔虫是Rice新增的机制 太天才了 让所有武器的机动性都变得很强 上下左右 目之所及 瞬间全都能去 特别是翔虫瘦身 即使被龙甩到天上去 也能一个瘦身 逃开去喝药 基本不会死 连断用不来 只会砍砍砍砍 和斩斩斩斩 不要紧 翔虫眼神的战斗技能 效果非常强 太刀以前的灯笼 也移到了翔虫记里 使用方式还很简单 几乎所有武器的战斗 都变得超级流畅 再也没有和武器较劲的感觉 我已经很少会遇到 像以前一样 被怪物抓着 在地板上摩擦的情况了 怪物猎人 从一个需要正经危坐的 腰酸背痛游戏 而且这一代有狗狗了 狗狗真是太好了 不仅能打 还能骑 骑狗真的非常少见 我上一次看到能骑狗的 还是柯南 而且战斗起来 简直武力直爆表啊 狗子永远冲在前面 伤害FD 还会骑龙 不愧是人类的好朋友啊 我买的豪华版 还能把狗子打败成大金龙 直 不过和爆红的怪物猎人世界比 也有一些变化 是受限于机能和游戏规模 做了些取舍 比如地图变小变简单了 取消了导虫找怪的设计 怪物的位置直接显示在地图上 骑狗飞奔就能找到怪物 整个游戏从开始狩猎 到你和怪物打起来的这一整段前戏 被大幅缩短 降虫技能无比强大 不配装都能有不错的体验 整个感觉玩起来像个动作游戏 这么做的好处是方便 快速 流畅 不浪费任何准备的时间 坏处就是怪物失去了和这里的环境生态的依存关系 地图变成了大一点的竞技场 只是个游戏的舞台 少了不少仪式感 当然作为一个合格的老菜鸡 我当然是支持这种改变的 毕竟世界有几个大地图 上下三层 找到我这个鹿毛头都大了 现在的崛起里 打龙就是打龙 再也不用被逼着探索了 除了尼翁龙 这一代的怪物设计也都不错 怨虎龙 散鸟 天狗兽 都非常惊艳 除了尼翁龙 战斗起来都很快乐 大家也都比较满意 天狗兽的设计真是 这尼翁龙到底是谁搞的 这位设计师 能不能放在训练场里面 让我练菊和啊 这龙一半身体都在土里 路在地面上的部分都硬如铁 龙搭得像火车 看得见头 却看不见尾 视角总是卡得看不到全局 越研究就越觉得恶心 最重要的是 这尼翁龙的装备 还挺帅 看着像黑战斗暴龙兽 结果尼翁龙就变成了 崛起里我最讨厌打 但打得最多的怪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过新家的百龙夜行 有点强行套用白鬼夜行 我不喜欢 这个塔房模式 单人玩起来非常疲惫 多人的时候一通瞎忙 也不知道乐趣在哪里 崛起里最让我错愕的时刻 一个是 啊 村人物 这就结束了 第二次就是 啊 这就通关了 没有体会到一种完结的仪式感 卡普空应该是准备长线更新 一个一个怪往里面加 但是 我以为的运营式更新 是在本体之外 不断加入新内容 留住玩家 没想到是本体里的东西挖出去 免费更新 留住玩家 大结局竟然还要登两月 真是丑死个人 虽然村任务的难度曲线很平滑 但村子里各种设施的使用很有历史遗留感 各种系统设施菜单的逻辑依然是一股脑铺开的 如果说过去怪类的教学是零分 世界是三分 那崛起顶多也就四分 这一分加给官方唯一指定新手武器 太刀 虽然还是有不少毛病 但怪物猎人崛起 还是给之后的更新和扩展包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在Switch上最沉迷的游戏了 希望卡普通更新的勤快一点 据说三连的朋友 更容易刷到想要的护士哦